全新212最近可是太有话题度了 很多朋友是通过 北汽集团与北汽制造的舆论站 制造这款新车的 而这款历史悠久的越野车 火热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它可能要抢北京毕宫40的市场 本期我们就要为大家解读 全新212的设计 它的驾驶以及越野体验 随后会在汽车家野行栏目 为大家呈现 爱美学为你揭秘设计的价值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有用 有趣请点赞 收藏 分享 老212拥有近60年的历史 它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 是一份非常宝贵的无形资产 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全新212的试装车 很多经典的设计都给保留了下来 呈现的是一个复古的越野形象 注意 全新212是复古设计 可不是老212那样的真古车 很多复古设计本身都是历经考验 具有实用价值的 最大的经典当然是它这个方和的外形 硬派越野车嘛 工作环境恶劣 所以就要便宜 耐用 可靠 而方形的车体不但刚堵挡 而且有棱角就不易翻滚 更重要是相比多变的曲面 反正变化小的这些零件 冲压的工序少 制造更快 更便宜 方和的空间利用率也比较高 非乘戴车身嘛 这个内部空间比较小 偷空间就很重要了 另外 长久的历史积淀之下 方和的造型也就与越野和自由 一块绑定了 属于212的最大经典设计 则是它的这个前脸的一拱 两圆灯 三横杠和四纵笼 复古圆灯采用的是全LED光源 内部造型是一个八字 官方透露其设计灵感是狙击镜 但我觉得这也是致敬了 曾经的212狙击手 还有网友侨侃 这是两眼都是发 寓意非常好 当然了 肯定也有人不喜欢这个灯光造型 那么一拱三横杠 本身就是进气格栅 方动机盖的四纵笼 除了这就好看 也是为了提高板凝件的刚性 就好像软啪啪的一张纸 有了折痕 它就能够停起来 而这个粗状突出的前保险杠 在木马仁 陆旋LC76等经典越野车上都有使用 除了方便做人之外 也是登上车顶的一个非常好的台阶 而且上面还预留了这个脚盘的安装位 这个梯形轮拱就更不用说了 硬派越野车的标准设计 走烂路时轮胎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嘛 而这个岛屿茂园也被保留了下来 这种非常传统的岛屿槽设计 除了大忌 LC76 木马仁等老牌硬派越野车之外 已经很难看到了 因为随着汽车制造技术的进步 汽车的密封性可以做得很好了 大部分的车都抛弃了这种突出的岛屿槽 改为内置岛屿 让车顶更光滑 降低风度 那么它保留下来有以下几种原因 首先就是强调这个经典的越野形象 你看这个前高后低 是不是很有女性军警卷羊帽的这种优雅感 防雨的作用依旧在 高墙的越野以及恶劣环境使用时间长了 这个车门的胶条老化 甚至车体有变形之后 这个雨槽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减少雨水从车门进入 例如雨后的这个车顶的存水 它走起来就不会有水从侧窗流进车内了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这样的车顶结构 不但成本低 车顶也能做得更薄一些 就能够偷出更多的车内头顶空间 我看这个设计团队 也是非常懂越野用户需求的 在可玩性拓展性方面 设计考虑了很多 包括前杠的这个脚盘安装位 以及在发动机舱内预留的这个断电开关 一瓷板里的防空灯预留口 尾门的旗杆天线预留口 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部分通展件是可以进行原厂选装的 比如这个脚盘 如果漆面装配水平 全LED大灯都无法说服你 全新212已经是一台 现代科技的复古越野车的话 那内饰会说服你的 这是一个很典型的 智能化越野车的内饰布局 双大屏 简约的结构 高屏功能仍然保留了实体按键 令人惊讶的是 按键的这个手感 以及精致程度 居然还可以 门把手 面板等这些硬派风格设计 算是中规中矩 而内饰最大的亮点 我觉得是后排座椅 很多越野车的后排 就像是个小板凳 长途出行 这个后排乘客简直就是遭罪 但是全新22的这个后排座椅 不但腿部空间还不错 它的靠背 还可以调节更大的仰角 座椅垫子的这个设计 也更加倾向于舒适性 而不是减薄脱空间 这样就为后排乘客 提供了一个还挺舒服的姿势 你说这得在什么价位的硬派越野车上 才能够有这样的水平呢 那代价也很明显 行李箱空间就会被大幅压缩 那或者你也可以委屈一下 后排座椅这样做 让行李箱多装一点 选择权在你 内饰的拓展设计也不少 包括中后台的这个三个预留孔 可以安装拓展支架 行李箱左侧有车台的预留空间 动力以及越野方面 这台前后硬桥的硬派越野车 搭载的是2.0系汽油发动机 匹配8AT变速箱 至于实际的驾程体验和越野表现 会在汽车之家野行栏目中呈现 这里可以提前剧透一下 比预期的要好很多 全家212后续还会推出 混动版 三门版 皮卡版 以及更多的官方改装版 我相信它也会产生 五花八门的用户自定义版本 因为它的拓展设计 远不止以上我们提到的这些 官方透露 212车身上设计了几十个改装点 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自己来改装 咱就说这个防空灯 我已经看到有网友在脑洞 如何DIY一个头瞄的盘着灯了 想法很棒啊 全新212在7月25号已经开启了预售 但是并未公布预售价格 但在我们实际体验过它后 我觉得它的挑战目标已经非常明确了 你看 飞绳带车身 前后硬桥 2.07发动机 复古外观 丰富的发展性 提示耐用的设计风格 这很显然是为了越野娱乐 野外工作而生的一个入门级越野车 它提供比经典212狙击手 更强的驾驶舒适性和高级感 但是定位比坦克300稍微低一点 而且更粗犷一点 所以首要的目标 一定是北京越野的北京必沟40 高配版可能会从 坎克300的入门版抢走一些份额 所以我个人猜测 全新212的起售价 很有可能会在15万以内 保不齐摇摇摇13万多起售 要是这个价格卖的话 可以预见 全新212与北京必沟40的这个舆论战 可有得大了 有的朋友可能对他俩的恩怨不太了解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简单讲一下 首先 212与北京40它不是一个品牌 背后的车企也没有任何的股权和产权关系 212属于北京汽车制造厂 是一家位于山东青岛的民营企业 北京必沟40则属于北京汽车 是一家北京的国营企业 大家之所以搞混呢 这就好像北京方便面不是北京企业 而是和那南街村牌北京方便面一样 属于历史变迁产生的股权关系 和商标所有权问题 故事是这样的 1951年北京汽车制造厂成立 1966年北京212投产 1973年北京汽车工业公司成立 也就是现在北汽集团的前身 2016年北京汽车制造厂被北汽集团剥离 成为了民营企业北京汽车装配厂的全资资公司 2020年山东青岛副路集团控股了北京汽车制造厂 后来在2023年山东卫桥集团通过控股青岛副路 成为了北京汽车制造厂的新动家 然后就推出了全新212品牌 根据汽查查显示212 BAW等商标属于北京汽车制造厂 也就是说这两家历史上是同源 但是后来分家了 但是北京汽车制造厂还是带走了一些家当的 其中就包括212 这恐怕将会是一笔很难打赢的历史糊涂账了 那目前从我们的初步体验来看 全新212的决策和设计团队是下了功夫的 设计至少是不差的 如果将来上市后 产品质量和售后也能够做到合格水平 哪怕它还只是一个小数的越野车 那么北京40所属的正牌北京汽车都会很难受 以上就是全新212的设计解读 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评论区与我们聊聊 驾驶以及越野体验 将由汽车之家野性栏目呈现 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有用 有趣 请点赞 收藏 分享 这是最我最大的支持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讨论区 感谢观看